我想请问 刚刚在你的VCR里看到 你会去查看他的手机 你会觉得这个行为 是正常的这样一个行为 这个行为其实在我现在看来 就是不是很对 因为当时第一次谈恋爱 刚好出了那个QQ 有个关联QQ 然后 他会有消息 你能看到对吧 对 是这样的情况 然后我每次会登他的QQ 因为我俩互相登 我去看一下他和谁在聊天什么的 其实也会有几个潜在情敌 我都看得出来 就是他们在聊的内容 可能稍稍有点小暧昧 我就会及时地和他说 或者闹一些小脾气 然后他刚开始会安慰我 对 这样的我感觉在感情里面 其实我们需要学会有动感力 就是如果我们太敏感的话 可能就会引发一些小矛盾 是这样的情况 因为我从这一段感情中 我吸取了一些教训 第一次谈恋爱 把它管控得太严了 分手的原因其实是 他当时开了一个小号 就是和那个 我认为的潜在情敌去聊天 还聊得 那这样是不对的 对 挺暧昧的 当时被我发现了 所以说我适当的朋友 就是还是要有的 对 不能说一拍子打死 24号 24号 我觉得需要的不是顿感力 我觉得男嘉宾需要的是那种 男子气概和那种亮出 就是和恋人交往之间的这种底线 你的女朋友都和人家开小号聊天了 你还在总结自己有什么问题 我觉得听上去好不可思议 他的这句话 我没想到从一个女生嘴里面提出 你没有发现现在的男生是这样子吗 前面那哥们 女朋友说你排队去 我去逛街 过两个小时你叫我 男朋友的反应是好累啊 要是我觉得你拿我当什么呢 你是在我 他只是觉得有点累而已 对 我觉得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 和人家相处 应该亮出自己的一个底线 你不能触碰的一个底线 对 16号 你好 男嘉宾 我叫卢倩倩来自浙江温州 今年25岁 是一个办公室的文员 你能接受的边界感是到什么位置呢 对啊 就是对于未来的另一半来说 我不希望他就是出去和男生单独吃饭 看电影之类的单独的项目 如果只是同事或者一些多年的朋友的话 我觉得聊天是没有问题的 我现在已经学会了去把控这个具体了 对 谢谢 学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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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一帆 男嘉宾 你好 就是你的这个对话里面 我觉得你内心里面 是不是住着一个小男孩的那种感觉呀 你是不是特别喜欢那种 领导你的那种大女生 我比较大女人 我会喜欢我的男朋友小鸟一人一点 你看我 我也不知道 我也不会 好像被说中了 我之前在谈初恋之前 确实是想找一个姐姐 像你说的一样就是成熟的类型 去这样子照顾我 对 之前是这么一个想法 来不及了 撤回 撤回 他之前是这么想的 何琪 男嘉宾 你好 就是我在那个短片上看到你 就是当时说打电话给女生嘛 然后说你在哪儿 然后还说对女生有依赖感嘛 那如果我出去的话不想带你 那你会怎么样呢 就是不想带你 那种的 回答一下女朋友的问题 女朋友的问题 什么叫回答一下女朋友的问题 人家还不是你的女朋友 不好意思 紧张了 对不起 回答一下女嘉宾的问题 就是说她不想带我 肯定是有她的理由的 然后我不会去闹脾气或者干嘛 我可能会找自己爱好的事情去做 就你不会生气是吧 对 不会有一些 因为我看短片里 我感觉你的安全感 包括一些依赖感还是比较敏感的嘛 所以说我觉得 你应该会生气或什么吧 如果她是和闺蜜啊 或者女性朋友出去玩的话 我可能不会生气 对 如果她和一些交往多年的男生朋友出去的话 我还是尽量去不生气 对 我尽量不生气 最后一个问题 17号 你对初恋的话 你是会处于一直无法忘记的吗 其实我们在发生那个小号事件之后 还相处了将近一年吧 但是 我忍 然后其实在这一年时间 双方的感情其实都稍微有点变质了 就是到最后 我现在好奇的是17号 喜欢一个人满分是10分 你对他的兴趣有几分 6分吧 谢谢啊 集合了 前面那哥们满分是10分 你对他的兴趣有几分 你对他的兴趣有几分 7分 7分 哎哟 那我在想问你 就是达到几分的时候 你不会再灭灯 应该是9分吧 因为我对爱情其实有点严谨 但是我很希望 在我这个严谨的心态下 我可以冲动一下这样子 等一下 我再来问一下17号 他的哪一句话让你决定灭灯的 是这样的 其实我的感情经历比较少 我只谈过一个男朋友 但是我跟他分手的话 我也是会断得比较干净的 所以我会待着你问初恋那个事情 他可能他只有一段恋爱 所以他就充满了好奇 对你的这种迷之操作的这个模式 但是我想给你一个建议 就是你确实在这个彷徨期 能看出来 就是你的天生特质 很明显是地地款类型 所以看起来 在客观条件匹配上 那姐姐款看起来更能够 比如说关心你 照顾你 甚至有时候来命令你 排两个小时对啊等等的 这种方式 模式更容易激发出来 那未来你可以怎么去做调整呢 我觉得首先 在大的价值方向上 一定是平等款 你要找的不是姐姐款 也不是妹妹款 是平视 仰视或俯视都不长久 价值方向上 你要奔着平衡去 是平视 是彼此尊重 是彼此都留有空间 彼此都给予信任 OK 给你的建议 谢谢老师们的建议